如果你喜欢关注互联网,你一定听说过O2O,B2B,B2C,C2C等互联网专业词汇,但是,你很可能不知道这几个字母和数字的简单结合,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商业智慧。 没关系,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互联网专业出身的嘛。 今天,我们将为你解读的重创时代,就是一本主要解读C2C模式的商业类书籍。 通过听今天的内容,你也许无法完全掌握O2O,B2B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概念,但你肯定能掌握关于C2C的基本知识。 重创时代这本书的作者吴继红是强基因理论的创始人,美国加州大学普克利分校中美战略合作中心原主人,北京大学访问教授。 他拥有20多年的中美企业顾问、教练和投资经验,帮助世界500强企业战略发展与领导力的培训。 他的重创时代这本书呢,是他读了100多本相关的书籍,并花了8年时间访谈数百家前沿企业和传统企业之后所进行的总结和提炼。 读者们通过他的这本书呢,就可以掌握关于C2C商业模式的相关知识,理解我们这个互联网家和物联网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是C2C?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三大核心是什么?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C2C商业生态模式有哪些竞争优势? 第三个重点内容是,如何利用C2C帮助传统企业转型? C2C一般也被称为C2C商业生态圈模式。 这里的C指的是英文单词consumer,意思是消费者。 这里的to在英文中是数字to。 所以,实际上,C2C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从消费者到消费者,也就是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 举个例子,你刚买了一台新电脑,那现在你想把旧电脑卖掉。 怎么操作呢? 很简单,把这台旧电脑挂到咸语网站上就行了。 如果有人想要你的这台旧电脑,他就会把你的电脑买过去。 在这个买卖的过程中,你和买电脑的人其实都是消费者。 换句话说,你俩都是这台电脑的客户。 所以呢,C2C也代表着从客户需求到客户消费。 一个人想买,一个人想卖,交易就达成了。 在这里呢,这个数字to也就是英文单词toto的意思,很关键。 它代表着从客户需求到客户消费是如何实现的。 这个实现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商业模式。 我们刚才还说过,C2C一般也被完整地称为C2C商业生态圈模式。 我们刚才解释了C2C是什么意思,现在再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商业生态圈。 商业生态圈一般是指一批专业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中介机构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起紧密地参与为客户提供一个统一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形成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商业或经纪圈。 比如,苹果手机的设计、研发、生产、组装、销售、售后服务等等,在各种与苹果手机有利益关系的机构或组织的合作下,就构成了一个商业生态圈。 所以,C2C商业生态圈其实指的就是,从客户需求到客户消费是如何实现的这样一种商业生态圈模式。 说的再简单点,就是我想卖一台旧电脑,另一个人想买一台旧电脑,我想卖的正好是另一个人想买的。 可是,我和他完全是陌生人,他不知道我有这台旧电脑,我也不知道他想买这台旧电脑。 如何让这个陌生人通过某种途径买到我的这台旧电脑呢? 这中间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所讲的C2C。 C2C商业生态圈模式一共有三大核心。 第一个核心是人文关怀和价值理念。 现在的大多数企业都不会直接强调它的利益或者利润,而是通过它的价值主张间接地实现的。 价值主张是一家企业的精神和灵魂,是企业对客户、员工、供应商及其他合作中要做什么、为什么做,以及如何做、能否做到的宣言和行动。 和传统的商业模式相比,C2C商业生态圈模式发展了新的商业价值主张,也就是更加具有人文关怀。 在C2C商业生态圈模式中,企业或者个人商家不仅为客户提供有用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发送一种新奇的社交信息, 还要通过互联网的新生命体,将冷冰冰的产品或服务变得更有灵魂、更有温度的价值主张。 美国有一对夫妇创办了一家叫做浩子的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一个在线的家居装饰分享平台。 它创办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解决个性化家居设计的问题。 这种公司就很有情怀,也很乐于助人。 它自己不生产内容,但是允许用户自己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家居设计经验, 这就帮助了更多的需要了解家居装饰知识的人。 如果你现在想装修房子,在浩子这个平台上就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装修知识、装修方法和装修样式。 浩子创办的第一年,估值就达到了7亿美元。 再拿百度这家企业来举例,百度也不会直接说自己的存在是为了赚钱。 相反,百度就一直坚信,技术是一种信仰。 什么是对技术的信仰呢? 那就是相信技术可以改变生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 C2C商业生态圈模式的第二个核心是互助信任的网络连接。 在商业上,互联网解决了连接的问题,把人与人之间连到了一起。 但是,塑造网络上的诚信却是很难的一件事。 在网络世界,不诚信的欺诈行为会更快地伤害更多的人,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 C2C商业生态圈模式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对企业来说,企业要说到做到,坚守承诺,这样才能获得信任,然后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利润。 其次是用创新工具监督和避免不诚信行为的发生。 美国有一家叫做LBNB的租房平台,但是在2011年,这家平台就遭遇到了一次重大的信任危机。 一位短暂租房的旅行者把出租房洗劫一空。 这次事件让整个平台人心惶惶,严重影响LBNB的发展。 但是,正是因为它的C2C,有挑战才会有机会。 LBNB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信任网络解决方案,比如,验证身份功能。 通过关联旅行者或房主的其他社交网络,如Facebook,建立有效的背书。 并且,在LBNB上添加认证功能,帮助旅行者和房主之间加强信任。 LBNB解决了诚信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互助问题。 我现在要出去旅游,我就可以在LBNB上找一家家庭旅馆住几天。 如果我家里有两间闲置的房间,我也可以在LBNB上发布信息把它租出去。 看,通过这个平台,客户与客户,或者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脉络就达通了。 每个人都能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也都能把自己不要的东西卖出去。 C2C商业生态圈模式的第三个核心是智能交互的平台体系。 在C2C商业生态圈模式的平台上,仅仅连接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聪明的连接。 也就是说,还必须智能。 就比如在LBNB这个平台上,往往是几万人同时发布信息,几万人同时提交订单,几万项订单同时结算。 没有点货真价实的技术,还真是解决不了如此复杂的问题。 C2C平台想要做得好,这一点技术上的难关,肯定是首先就要解决的。 好,我们继续来听第二个重点内容。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C2C商业生态模式有哪些竞争优势? 那么在《重上时代》这本书中呢,作者吴继红一共提出了六条竞争优势。 第一条竞争优势是,C2C开发了新资源,激发了人类尚未使用的潜能。 C2C商业生态圈模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它撬动了以往被忽视最严重的资源,也就是有创造力的人才资源。 在全球范围内,传统企业几乎都面临着转型。 转型就意味着许多牛人不得不陆陆续续地离开大公司,谋求新的发展。 这个人才资源的困局就催生了一个新的契机,那就是成百上千有经验有天赋的人,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拼用机会。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创造一家新公司,或者创造一个新角色,加入C2C商业生态圈平台,实现人生价值。 在C2C商业生态圈模式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牛人。 我们在上一个重点内容中提到的LBNB平台,它的创始人切斯基和同学戈比亚,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房租太贵,付不起房租,才产生了创办LBNB的灵感。 后来,从解决个人问题发展到创造和倡导新生活方式,有梦想的他们将这个模式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事业。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第二条竞争优势是,它开发了尚未满足需求的新价值主张。 传统的商业模式中,价值取向大多数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创造价值就是创造某个功能。 我们生产牙刷,那我的价值就是给成千上万个用户创造了刷牙的工具。 我生产了汽车,那我的价值就是满足了成千上万客户的出行需求。 但是,C2C商业生态模式却不同。 没错,这种模式特别赚钱,也能创造传统意义上的价值。 但是,它还有更多的新的价值主张。 比如Albnb平台,它的用户中包括了旅行者和房主,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租住房信息,这就为旅行者出门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普通家庭出租房子提供了渠道,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这就像微博一样,每个玩微博的人都可以自己发微博,也可以看别人发的微博。 大家都能从中体会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这也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第三条竞争优势是,它开辟了企业用户企合技术增长的新路径。 传统企业怎么吸引客户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电视或报纸上发广告。 产品治疗好一点的,可以通过客户的口耳相传增加知名度。 但是,C2C模式远比传统的方式简单粗暴。 LBNB创卖于2008年,2012年用户数量达到400万,2014年暴增至1500万。 Facebook创卖于2004年,2006年用户数700万,2008年达到1亿用户,2013年更是暴增至22亿用户。 你看,传统企业或者传统商业模式是无法达到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的。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第四个竞争优势是,它的成本比较低。 根据数据统计,LBNB的平均价格与美国主流旅游市场酒店价格相比,要便宜21.2%。 如果选择经济型品类,价格一般比酒店要低49.5%。 我们所熟知的维基百科是免费的,想比之下,传统的大英百科全书在2010年的售价却是1400美元。 显然,C2C商业生态模式的企业要更具低成本优势。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这种模式具有使用从未会用过的或者被忽略的资源的能力。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第五条竞争优势是,它具有独特的解决方案。 以前如果你想打车,就得站在马路边等着出租车路过。 如果路过的车里有人,你就得继续等待。 但是,优步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出行时,你可挑选一辆符合你要求的轿车,绝对不会有委屈的体验。 你还不用站在寒风中苦苦等待,挥手叫一辆不愿意停下来的出租车。 更不用忍受出租车司机,一路上倾诉不满的负面情绪。 C2C商业生态模式发展了个性化定制的解决方案,删除了没有价值的中间环节。 让每个人或者参与者都有机会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 并能够将各种高品质的产品分享到网络上。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第六条竞争优势是它的快速度。 研究数据表明,呼叫优步或者滴滴打车的时间, 要远远短于等待一辆出租车的时间。 与C2C企业相比,传统商业简直就是蜗牛速度。 好,我们最后再来听今天的第三个周年内容。 如何利用C2C帮助传统企业转型? C2C商业生态圈模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商业高速发展的三百年以来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 新的竞争格局正在颠覆商业世界长期遵循的竞争格局和游戏规则。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 无论是商业精英还是普通员工,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作坊, 都同样面临着崛起或沉沦的命运挑战。 那么,传统企业该如何利用C2C进行转型升级呢? 创业者又该如何成功开创新的发展道路? 在《重创时代》这本书里, 作者吴季红给我们提出了三条转型措施。 第一条是转变站位效应, 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这三条战略观。 先来说站位效应。 在我们这个物质风域的时代, 挖掘客户真正的痛点不容易, 站位效应意味着要从人文关怀入手, 找到对客户非常重要的针尖痛点。 而且这根针还要能够捅破天大的问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用LBNB举个例子。 在LBNB诞生之前, 假如国境放假时期想出去游玩, 你肯定得先预定好住的地方。 怎么做呢? 你要么提前打电话到酒店, 让酒店给你预留一间房间, 要么你等到了目的地之后, 再去酒店的柜台那边订房间。 很显然, 这种传统的方式很麻烦。 但LBNB正好抓住了用户的这个痛点, 成功地把用户牢牢地吸引到平台上。 在中国, 美团的模式很明显就和LBNB很相似, 所以美团现在也很成功。 通常, 客户越认为重要的越是他们的痛, 就越会依赖企业。 这种通过产品或服务, 形成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紧密关系的状态, 就是企业的站位效应。 站位效应解决了客户痛点的问题, 而网络效应是指解决问题方式是否可以复制, 是否可以形成裂变发展, 实现企核极数增长。 我们在C2C的六大竞争优势中就提到过这一点。 传统企业想要转型成功, 就必须寻找用户的增长点, 把所有对你的产品或服务感兴趣的潜在用户都吸引过来。 在这里,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所吸引的一定要是真粉丝, 不能是一群不感兴趣的假粉丝。 很多微博或者微信订阅号其实都是有很多粉丝, 但是微博或者文章的阅读量和评论数量很少。 这其实就是因为大多数都是假粉丝, 他们是不会给企业带来真正的收益的。 锁定效应值解决问题的难易程度。 对于一名创业者或者主导企业变革的管理者来说, 如果把站位效应和网络效应看作是在战略上, 确定战略位置和成长空间, 那么锁定效应值的就是, 将这种战略转化为现实的技术手段。 我们在第一个重点中就讲过, 想搞好C2C, 就必须想好怎么处理几万人一同下单, 几万人一同发布信息, 几万个订单一同结算这个问题。 没有货真价实的技术是无法驾驭这么平凡浩瀚的数据和数据运算的。 第二条转型措施是, 转变三方面的经营观, 具体包括转变决策认知, 重塑组织及平台和建立个人及组织。 转变决策认知就意味着在人才方面, 追求上上策避免下下策的人才原则。 传统企业招聘人才, 大多数时候, 只要这个人有能力就行了。 但是C2C模式不同, C2C模式还要求人才信仰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追求。 所以, 在C2C公司在招聘人才的时候, 一定要寻找高度认同企业价值观, 并且有能力或者潜能的人才。 这才是上上策。 转变角色认知还意味着, 企业在转型时, 要追求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把创新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重塑组织及平台的意思是, 把员工变成创业者。 想改善经营官, 就要抓住组织及平台的机会。 这里所讲的员工, 并不是指企业的员工, 而是指所有入住平台的企业。 比如在美团里面, 就有成千上万的酒店、 电影院、餐馆入住, 那这些都是美团的员工。 对一家C2C公司来说, 它的成功将取决于 帮助多少其他企业和个人成长。 在这个时代, 对传统企业来说, 要么通过转型升级 整合其他企业, 要么就会被其他企业整合。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就是你为自己创造的工作。 最好的生活, 就是你为自己创造的生活。 人人都是企业家, 这就是个人及组织的含义。 C2C平台, 就是要让他们的用户, 一方面成为平台顾客, 另一方面又成为企业家, 招揽属于自己的顾客。 这就相当于 最近几年风风火火的自媒体。 微信给每个人 提供了入住平台的机会, 只要你有能力, 你就能通过平台吸引用户, 让自己获得收益。 在这里, 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个人及组织的核心是, 是否能够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企业在找着C2C转型时, 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好, 我们再来听转型的第三条措施, 转变资源观, 升级用户, 透析虚拟地产, 建立数据资产。 我们都知道,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企业必须想方设法获取资源, 并将资源转化为有用的价值。 但你要获取资源, 别的企业也在追求同样的资源, 这就形成了竞争。 尤其是对C2C公司来说, 一切竞争的本质都离不开这种资源观。 如何才能让资源丰富起来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用户挖掘用户, 将用户升级成创作者。 微信的公众平台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平台自己不生产内容, 但是鼓励用户生产内容。 你可能半个小时前刚读了一篇别人的文章, 半个小时后你写了一篇文章, 现在别人已经在读你的文章了。 只要用户活跃起来, 都变成了创作者, 还怕没有资源吗? 也许听众朋友们中间 有小红书这款软件的粉丝。 那其实,小红书也是这种模式, 所以这两年, 小红书非常好吸引大批年轻人的喜爱。 升级用户之后要做的, 就是透析虚拟地产。 传统的公司, 比如房地产公司, 要想获得发展, 就必须不断地买地, 不断地盖房子。 每卖一块地, 公司的资产就会再上一层楼。 但是, 对C2C公司来说, 情况就不同了。 它不需要实实在在的地, 而是需要开辟新的信息网络。 就拿有书来说, 有书的公众号做得还不错,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 为了让公司拿到更多的地产, 有书还需要开发属于自己的APP, 设计自己的听书栏目。 除了公众号, 有书还会在其他平台发布东西。 对有些同类的公司来说, 甚至会开发自己的网站和智能设备。 企业的虚拟地产越大, 企业的价值就越大。 除了升级用户和透析虚拟地产, 转型C2C的企业还要建立自己的数据资产。 你的用户都是哪个省份的人, 男女比例是多少, 他们各自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他们的年龄都有多大,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C2C企业必须了解和掌握的。 这些数据都是企业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 网上有个段子, 说一名罪犯出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知道的不是警察, 而是马云。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罪犯一旦打开淘宝, 或者支付宝, 他就被定位了。 如果他还顺手付款买了个东西, 那基本上就能锁定这个人到底在哪儿了。 你看, 掌握了这种数据的企业, 想不成功恐怕都很难吧。 好, 今天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对 《重上时代》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总结。 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是, 什么是C2C?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三大核心是什么? C2C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从消费者到消费者, 也就是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 C2C也代表着从客户需求到客户消费, 一般被完整地称为C2C商业生态模式。 它主要有三大核心。 第一个核心是人文关怀和价值理念。 第二个核心是互助信任的网络连接。 第三个核心是智能交互的平台体系。 今天所讲的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C2C商业生态模式有哪些竞争优势。 在这个部分, 《重创时代》这本书把C2C的竞争优势总结为六点, 分别是, 第一个竞争优势是, C2C开发了新资源, 吸发了人类尚未使用的潜能。 第二个竞争优势是, 它开发了尚未满足需求的新价值主张。 第三个竞争优势是, 它开辟了企业用户 起何其数增长的新路径。 第四个竞争优势是, 它的成本比较低。 第五个竞争优势是, 它具有独特的解决方案。 C2C商业生态模式的第六个竞争优势, 是它的快速度。 今天所讲的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如何利用C2C帮助传统企业转型? 在《重创时代》这本书里, 作者吴继红一共提出三条 帮助传统企业转型的措施。 第一条是转变站位效应, 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这三条战略观。 第二条转型措施是, 转变三方面的经营观, 具体包括转变决策认知, 重塑组织级平台, 和建立个人级组织。 第三条措施是, 转变资源观, 升级用户, 透析虚拟地产, 建立数据资产。 在《重创时代》,